就是我們看到在這個國道5隊 這個警分隊裡頭 看到這個無性駕駛 被帶到警局來坐筆錄 他的頭上包著一大堆的紗布 看起來傷勢其實也是滿嚴重的 還穿著醫院的制服 不過面容非常的憔悴 他走進到警局裡頭是不發抑鬱 根據了解在撞擊之後 他有自身透露 當時一次是為了閃前方的 一部黑色教室 並沒有開車燈 一次的車距太近了 因此才急著往旁邊閃 兩次的撞擊才造成這一次的車禍 那這駕駛目前到警分隊來 就是為了要釐清這一點 那目前根據了解 警方已經查控了 這個阿羅哈客運上面的行車記錄器 要理解當局前方 到底有沒有這部黑色轎車 那目前檢察官也來到行橋 來查這個阿羅哈上面的撞擊點 到底在哪裡 那根據了解 我們看到這個駕駛到警分隊來的時候 頭上包著一大堆的紗布 並且是沒有什麼講話 只說趕快來完成比落 想必要知道這個車禍造成了六四十一 當心情也是非常的沉重 那不過呢 這個目前還是必須要了解 當時車禍詳細的原因是什麼 因此目前還在警分隊來做比喻當中 必須要等他做完 警方來查過經濟機比對之後 想辦法確認到這個當時校生的原因 那以上是F-5的雷震 就跨將氣球轉向內 感谢观看